我有把相關的檔案包含就是說 我們用到練習檔跟題目檔 這兩個東西你把它下載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題目檔在這邊 裡面基本上我們會有 我們需要的題目 今天接下來來看一下 104這一題 104裡面的話大概有幾個敘述 首先的話 它當然總共會有 1234個動作 要我們分別把它完成 那當然我們就先把題目檔先打開來 題目檔部分的話 解架書之後裡面會有一個 104 exam裡面會有一個 EXD01 的這一題 那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裡面題目檔案第一個 它要我們做什麼 可不可以看到C欄 它這邊基本上 一個exale檔裡面它會放哪些資料 你可以從底下可以看到 這個答案顧名思義 你可以再觀察一下 以後你工作裡面一定會遇到類似 如果怎麼處理資料的問題 那比如說這邊總共會有三個工作表 一個是什麼 學員的基本資料 還有開課期別 還有開課的那個 開課的什麼 班別 那當然第一個要算出年齡 年齡怎麼算 所以這邊的話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叫Dedif 然後呢 根據它的生日 我可以算出它的年齡 那如果年齡我需要什麼 年齡我需要 看到的結果呢 會出現幾歲 幾歲 當然最笨的方法就是你自己用什麼 用計算機在那邊算 什麼1963 然後2018 1968 然後它如果它生日還沒到 如果沒有到的話 那不能算一歲 所以它應該是幾歲呢 如果每一個都這樣算的話 人數多 我看你根本不用下班了 所以這邊的話 會需要用到一個Dedif函數 題目裡面好像會有一個提示 看一下 它這邊要Dedif 還有Today 然後呢 格式的話 就是要什麼呢 用那個幾歲 OK 那不過呢 它在這個之前還要叫你什麼 將學號 班移到A欄 所以你可能需要什麼 把本來學號不是在D欄 你要能夠把它搬到A欄 搬到A欄 學號在這裡 那怎麼樣把它搬到A欄 所以其實這個單 考你會不會搬移欄 不過最簡單的方法 我還會減下 貼上你減下的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在什麼呢 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它第二個要考你就是 你會不會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名稱叫做修課資料 所以這個修課資料的話 變成你要自己先插入一個新工作表 然後重新命名 並且將什麼呢 學生基本資料裡面的這個兩個欄位 搬移到它的CD 將這兩個欄 這個一樣 一樣的工作表 學號跟姓名 放在A、B 也就是多增加一個工作表 那它的資料來源呢 其實就是從什麼 學生基本資料來的 變成一個修課資料 然後修課資料要做什麼 繪製框線 你會不會繪製框線 也就將來列印的時候呢 你要能夠看到那些框線存在 那框線它有相關設定 所以你要按照它的要求把那個框線畫出來 另外的話呢 開課期別 開課期別有個結束日期 其實這一題最難的 就是這一題 這個地方 開課期別 各位可以看到 在最後一個工作表 開課期別 應該是這裡 會有個結束日期 這個結束日期 特別注意 它的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開課班別指的是什麼 C04 所以你可能要在 在這邊查一下 裡面有沒有C04 有 查到C04之後呢 把它的時數帶過來 30個小時 那這個30個小時 就是一個禮拜 三學分 也就是說什麼 一個禮拜上 就是三堂課吧 那也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一週上三個學分 那也就說十週之後 所以我想知道呢 這個日期 十週之後 應該是哪一天 要怎麼做 當然這個地方 特別重要 不是要你塗法鏈鋼 一個一個慢慢去 切過去找 切過去找 而是希望你這裡面 全部用公式來完成 所以公式裡面呢 會需要用到什麼呢 如果你要查詢的話 會需要用到一個叫什麼 VIRU函數 這非常重要函數 查詢 一定是查第一欄 它會幫你把第三欄的資料 要帶回來 但是我已經知道30個小時 那後續的結果 怎麼算出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會需要知道什麼 VIRU函數 另外的話呢 怎麼去計算那個日期的部分 比如說我知道了 假如說我30個小時 除以3 那就10 那就等於是說呢 十週嘛 那不過目前的日期 已經是第一週 所以你恐怕要在減掉這一週 那一週的話有七天 所以你最後結束期 怎麼去算出來 主要是這一題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題目檔先打開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呢 要怎麼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按部就班 第一個學習 學員基本資料的A欄 就是學號搬到A欄 那怎麼搬過去 不是這樣拖拉 記得把它剪下 先選D欄 上面這邊點一下 按右鍵把它剪下來 剪下 剪到哪裡呢 剪到A欄 所以你把它選A欄 剛剛他說 我要幫我怎麼樣呢 貼到這邊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直接貼上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直接把原來的姓名 給蓋掉訊息 所以你不能直接貼上 那你要怎麼貼呢 特別注意喔 下面是不是有個什麼呢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邊呢 用減下 這邊用減下 到A欄的地方呢 記得喔 按右鍵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或者如果你要貼上 你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先插入一個空白欄 再貼上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說動作會多一個 然後我們就把它按右鍵 然後這邊會出現呢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它會怎麼樣呢 把這個搬過去 然後並且喔 A欄 原來A欄會變B欄 OK 你會發現原來的A欄 的意思啦 那原來的學號 本來在D欄 它就移動位置了 所以這邊最好 這邊是 考你會不會搬移你的欄位喔 OK 第一個喔 就完成 第二個的話算年齡 那年齡怎麼算呢 它有個提示啦 提示你什麼呢 用兩個函數 Dedif加The Day 這兩個算 最後的話呢 當然算出來會是幾歲 幾歲喔 所以我們來分兩個簡單來看 第一個 怎麼用Dedif 先特別注意喔 Dedif這個函數比較特殊 插入函數裡面呢 理論上它應該會是在日期時間啦 因為我要算年齡嘛 那可能跟日期啦 跟時間有關係 不過請各位注意喔 那個 Dedif這個函數比較特殊 它是最早在那個 什麼DOS環境底下就有了 可是因為喔 那個Excel要把它納進來 但是會受限於有個專利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把它放在清單 所以他用另外一個相容模式 什麼模式呢 就是你可以用打的 你可以自己輸入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只有Dedif這個函數 需要用自己打的 其他的話呢 就可以用插入函數喔 所以這個比較特殊一點 打一個Data 記得不要打錯喔 因為好像上學期 有同學呢 就是打字的時候打錯一個字啦 可能什麼Data它打成Data 之類的 錢瓜糊 那你後面的話 需要給他三個東西喔 他會問你三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是 請問一下呢 他的生日是哪一天 所以你錢瓜糊之後 告訴他說 他的生日是這一天 逗點 第二個問題是說呢 那你要跟哪一天比啊 那我要跟今天 那今天的日期是哪一天呢 但你不是說自己在這邊打一個什麼 什麼今天是2018的3月15 那你不可能說你自己在這邊打一個2018 3月15 可是如果下一次你打開Excel的時候呢 那又換了一個日期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利用一個函數叫today 不過呢 today也要自己在這邊打喔 請你輸入today today這個函數呢 記得後面加一個小瓜糊 不用任何的引述 today意思是說呢 請你幫我從電腦抓今天日期就好了 那也就是說你明天打開Excel的時候 他抓到的是明天日期 他是抓動態的 而不是固定的喔 OK喔 所以逗點 好 所以第一個是日期 第二個是today 第三個是 那你要 這兩個日期 你要比什麼啊 如果你要比兩個日期相差 幾年的話 你就記得喔 雙引號 打一個y就可以了 後雙引號 那如果你要比兩個日期相差 幾個月 你就m month 如果你要兩個日期相差幾天 那你就d ymd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要比的是年 所以後瓜糊一下 好 這樣都打了 特別是最容易犯錯就是這裡 看起來沒什麼東西 不過喔 你只要打錯任何一個地方 出錯了 那打勾就會發生錯誤 理論上我這邊應該是OK的 打勾一下 49歲 有沒有 比較容易出錯的 可能就是像這個瓜糊沒打 這有同意 好像這個瓜糊沒打 打勾會怎麼樣 欸他會出現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看到你是name 他因為他不認得today 記得today後面請你加小瓜糊 打勾這樣才 他才是一個引述 好把他向下填滿 所有的日期年齡呢 全部都算完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要算年齡的話 請各位記得 你可能要學會兩個函數 第一個是dative 第二個是today 這兩個函數 把他加到這邊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問題要說 欸年齡喔 可是這邊49 請你後面幫我加個稅 那要怎麼加一個稅在後面呢 當然不是說你自己用手動再加啦 其實那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 你在這個後面串一個end什麼呢 end 雙引號 因為稅這個字是一個文字 所以是前後加雙引號 然後加一個稅 後雙引號 enter一下有沒有 end 49 幫我在後面串接一個稅 打個勾 有沒有49稅就出現 點兩下 全部OK了 但是這個方法 一喔 這是串接一個文字在後面 但是這個方法 其實不如第二個方法 欸什麼第二個方法 這個地方是串一個end 3喔 但是我比較建議你用 第二個方法 我先把它恢復好了 我是建議 不要串在後面 因為你串在後面呢 它本來49 串一個歲就變49歲的文字 本來是一個數字喔 串一個歲就變49歲 變一個文字 那文字的話就沒辦法做計算了 數字還可以 所以方法二是從哪邊呢 從格式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這個格式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說呢 你不會改變裡面的資料 只會改變它表面上看到的東西 裡面還是存49 只是說我讓使用者看到是上面加一個稅 那你要怎麼改 一按右鍵 除了格式 改到自訂這個地方 自訂的地方 各位請看一下 這邊的話 預設是0 你請你點一下0 或者自己輸0 0指的是數字 裡面的數字 請你在後面呢 不用加一個end 直接在這個後面加一個稅 好這樣都ok了 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一樣是49歲 向下填滿 結果一模一樣 但是你想說 老師那兩個看到不是結果都一樣嗎 其實雖然看到結果是一樣的 但是請特別注意喔 剛剛那個方法存在儲存殼裡面就是49歲 可是現在這個方法存在儲存殼裡面呢 只有什麼呢 只有49 稅是表面上看到的 ok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 你要做計算的話 那你剛剛49歲就沒辦法計算 這個方法是可以計算的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總共會有 1先把這個dative加上去 2的話呢 不要用end的稅 你乾脆記得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記得喔 從這邊制定一下 這邊加一個零稅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邊 3 3 4 5 6 6